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8号在秀峰祥举办祈福法会 以花莲县连外道路行车安全为主 由秘书长游敬黄亲自主持 理事长张天宝首席顾问吴基成 秀峰祥农会总干事黄启祥等担任主计官 还有信众们一起参与祭祀 诚心祈求保佑花莲道路行车平安 祝会总将生回来 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 農委12月10号到12月18号 也就是国立1月1号到1月9号公计9天 在秀峰祥丰平路三段六项五之三号办理112年 花莲县连外道路起安 陆继公路法会公寓活动 以花莲县线级内的连外道路行车安全为主 由中华风老道教会秘书长游敬黄主持 理事长张天宝首席顾问吴基成 宋敬隆会总干事黄启祥等的主计官 以及信众们都参与祭祀 称心祈求保佑花莲道路行车平安 东方目光在秀峰 我们举办这个法会连续11年 这个后疫情时代 新冠疫情也渐渐的退散 大家都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过年期间都可以来花莲走走 踏踏青踏踏春 那在这边我也预祝大家 新的一年大家可以宏土大展 新年快乐 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蓬莱 中华蓬莱仙道的这个道路的祈福法会 那因为这个蓬莱仙道这个中华东方目光 在我们秀峰 刚刚称如这个吴董事长在讲 在秀峰已经11年了 那为了我们秀峰地区的这个用路的安全 尤其是在这个台十一秉的道路上 那希望这次的祈福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用路人都能够平安 中华蓬莱仙道大教会理事长张联莱表示 向他感谢全省各地的公庙来这里共享盛举 我们一百十二年路浪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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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就是我們要感謝我們所有中華鳳凌生土土教會的一切人員 來幫我們真心盡力做這齣法會 繼續我們身體健康萬事入圍 有能有能可以來我們華人出頭 可以來我們華人拜拜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身體健康 理事長當年有表示 入圍公路保衛活動已經邁入第十一個年頭了 期務活動可以說是相當的圓滿 透過手續顧問吳基城 中文向輪會總幹事黃啟祥 以及新陳我們的支持 讓行使在華領縣系列另外道路的勇人能夠平安回家 記得喜歡一首微笑話報導 在華領縣系列